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那確實在今天白天的時間 大家要留意的是防曬的問題 那像是在今天白天 各地區高溫都有機會可以上看到35度 36度 我們來看到這在台東縣的實景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來說 容量是稍微偏少 那在溫度也已經來到了28度左右了 尤其在今天東半部地區 氣象署有在發布的是高溫資訊 我們來看到有現在是四個縣市要特別留意 除了台東之外 還包含台南 還有新北市跟台北 在今天正中午的時間 高溫還是有機會可以上看到36度以上 但是也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還是處在一個大低壓帶的環境 所以下午時間 尤其像是在各地的山區跟鄰近平地 還是容易會有誤後離陣影的發生 但是到了晚上入夜時間 像這樣的水氣就會開始逐步的減少 那我們再來關心的是 昨天有告訴大家 在關島附近是有顆熱帶型低氣壓 那它已經成為颱風了 那目前它的名字叫做貝比嘉 現在還是青台 持續的往西北的方向來走 目前看起來 對於我們是沒有一些直接性影響 但是它在靠近我們北部海面的時候 也會為我們的北台灣 還有在東北部地區帶來一些間歇性的證明 我們就來看看各國它們的預測模式 包含像是歐洲 還有美國預測目鏡來說 都跟我們的氣象鼠是差不多 它都直接往西北的方向來走 預計可能會穿過琉球附近 那接下來再往中國的地方前進 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就是在靠近我們的時間點 尤其北部海面水氣會增加 也是要留意容易會有長浪的發生 那就來看這一週天氣會如何做變化了 今天來說的話 白天還是很悶熱 可溫度上看到35、36度左右 禮拜四開始吹的是東風 所以包含像是在北台灣 東半部地區 容易會出現一些飄雨的現象 那溫度也會稍微再掉下來一點點 當然下午時間水氣還是比較多 還是要留意的就是五霍離陣影的問題了